今天做的是朱古力豆蓉軟餅 菜馬有糯米粉、麵粉、薯仔蓉、朱古力豆醬和豆蓉 我們也有糖,這是甜食,但不會太甜 朱古力豆醬有40克,豆碎也有40克 我們加上是80克,這個做餡 我們將朱古力豆醬吸收的豆碎 這樣就變成餡 我們稍微撩鬆它,撩它黏在一塊 但撩始終不夠好,我們就把它放進一個膠袋裡 放進去膠袋之後,我們就可以用力壓成一餅 放進去後,我們就一定要做點工夫 放進去膠袋裡,把它放進去膠袋裡 這樣就變成餡料 壓壓它,壓到長方形的,長方形的 我們就可以收起來了 我們可以收起來了,就是這樣 稍後會留下來做餡料 我們還有糯米粉120克 麵粉26克 還有糖 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放糖 我們要先把糯米粉和麵粉 先把糯米粉篩 把它全部刮一下,它就很自然地 就把它們篩進去膠袋裡 篩後我們不會有生粉 以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是很滑的 我們是加糖,篩了加糖26克 在皮裏面是不可以太多糖的,因為我們是用小鑊煎的 如果帶帶甜味,我們會很快焦 所以我們的糖只有26克 我們還有160克的水 剛剛煮滾的 我們把薯仔蓉放進去 20克 拌勻 然後加入麵粉和糯米粉 分三次 加進去 然後看到它是稍微乾的 但是必然要的 加少許油 它們是 這個皮是需要有些油的 因為我們是煎的 好了 那我們就 不停地攪拌它 還有少許壓感 因為需要那些薯仔蓉 要吸收到麵粉和糯米粉 我們手是不夠力的 用在鍋裡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倒出來 按板 就可以給點力去搓 你看到它那麼乾 但其實它不是那麼乾的 因為它的薯仔蓉是吸收了水的 所以我們要用心去搓它 按它 那你就會發覺 越搓它就越滋味 很滋潤的樣子 按它 按它 按它時間 你看到有爆感 你還要繼續搓 若然已經沒有爆感 你就可以完成了 我們還有些粉 還未用完 因為剛才看到它很乾 所以我們會留起一點 現在還可以放些粉 我們稍後會加些下去 好了 我們需要的過程 就是要磅磅它 我們究竟這個粉 可以做多少個呢 或者磅磅有多重 好 好了 先磅磅 是有356克 我們分為8個 每個有44克 所以我們每一粒粉撕出來 去磅磅它 有44克 為標準 做起来每一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已经分成8粒 有需要可以现在就 执净一些 就拿出我们的豆蓉馅 挺漂亮 我们做成长方形是有用处的,我们在中间切一切 因为我们要做8个 中间切一切 在中间再切一切 在中间的中间再切一切,就变成8粒 我们不需要磅 叉不叉得多少 好了 我们给一些油 预备点 我们是要来尖手腕 因为它可能会黏住我们的手腕,所以我们要尖些油 尖油之后,我们就是 压扁它 压扁它 将四边 尖起来,又压扁它 这样压扁 这样压扁 好了 压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馅 就好像我们做包一样,将它 摘在一起 好了 我们就是 那个 摺口呢,我们就是放底 好了 又做第二个 一样是这样做,我们的馅放中间 将它摺摺摺 好,那些角或尖的,我们再去捏圆 好了 握上它之后,我们是弄它稍微圆一点,我们就把摺口放在底 就是压压它,我们的底就会更平一点 全部都是这样做 我们每个都做成都是这么大的 很标准的 可以,别人说的 好得可以出去售定 别人说的 好了 我每个都要含着这样 要这样的 黏起来 多漂亮 好了 不要忘记手碗里要塗些油 这样按它 好了, 几乎做好了, 看下, 按住它 然后四边摘下去 四边也要摘 我们的馅子放在中间 弄成圆糯糯 来呀 弄一下弄一下就熟手了 多快, 多漂亮 好了, 又收拾我们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 将它做些什么工呢 现在要蘸芝麻 用底那边, 就是我们有摘芹那边 蘸芝麻 我们只是蘸一边 不用两边蘸 好了, 底那边放进去 然后呢 你看看 多漂亮, 多好 还有啊, 我们希望旁边也有 那我们就看看多漂亮 更好看 是不是 就这样, 哩哩哩的 索些芝麻 那, 做完芝麻之后 我们一样是 芝麻放底 就是扎实它 让它的芝麻 索到皮那里 实一点 不会脱出来那么多 还有, 周边也有这个芝麻 这样就搭起来 好似很漂亮 好了 8个我们已经摃光了 多漂亮 好似很漂亮 好了 咸完之后呢 我们又要做点功夫 让它有点美感 就做个圆哩哩的 还有, 给它那么多压感 让它那些芝麻 就会 黏着多一点 做得漂亮 做得圆哩哩 每个都是这样 你看到就知道 每个一样这么大 好了, 按一下 我们预备了一个锅 锅已经有少许的油 其实可以不需要油 可以的 但我们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用一点油 不要太干 好了 锅不需要太热 我们就可以放进去 因为它不会黏着 尤其是有芝麻 先放进去 但每个都要腌一点油 让它均匀一点 好了 稍微煎煎 再加多两滴油 我们用锅盖盖着它 因为鱼不盖 就不熟 因为我们不是炸的 我们是 煎的 盖着它 让它 先煎一会 你看 开始滚了 要盖着它 要盖着它才会熟 如果我们看到 我们的底部 已经是 有金黄色 我们就必然要反转 不需要再煎了 已经是金黄色 已经是金黄色了 所以这边有芝麻 这边是不需要再煎的 我们只是煎 没有芝麻的一边 好了 要先看看它 看看它有多金黄 虽然太金黄 我们不能继续煎 但如果没有那么金黄 我们还需要煎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的饼 是 煎通一点 煎透一点 好了 还要移移位 有时候路头 是有些地方是没什么火候的 所以我们需要 帮它移移位 若然你想它能够再滋润一些 我们稍微给几滴水 我们蒸出来的 就是很松软的 就不会太干了 你看看 就像有汁一样 蛋盖煎出来 就不会有汁了 就让它 里面软 外面就很干 很干 好了 我们不停地去装一下 看 挺好色 两面都这么漂亮的 但若然 还可以放多一会儿 我们不妨可以放多一会儿 再盖多它两分钟 好了 几乎可以了 我们可以上碟 好了 我们将一半 放在没有芝麻的一面 即是四个 即是四个 四个放在没有芝麻的一面 你看看多漂亮 金黄色 里面很松软的 虽然下过水 但不会濕坨坨的 是很漂亮的一个饼 好了 我们真的切出来看看 但现在的 饼 仍然是热的 所以我们 手黏住来切 你看 就这样就看到了 多漂亮 那个馅 还有很松软的 因为我们这个叫朱古力 豆蓉软饼 还很辣的 没所谓 看到也想吃 看得多漂亮 不妨你们也试一下 很棒的 多谢你收看 下次见 言 depression 别说 金黄色 我先来 试试 要 我先来